好,U-Card網友大家好 今天我們來試駕是國產 X-Rail 真的,新世代 X-Rail 大家真的等太久了 先前呢,已經等到了 X-Rail 的進口版本搭載 E-Power 那現在呢,我們來試了國產版本 那動力的部分呢,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突破 因為之前大家知道說 X-Rail 在國產部分 是 2.0 跟 2.5 動力 那 2.0 的動力,大家覺得動力稍嫌不足 2.5 在急遇上來講,又沒那麼討喜 這次終於落到 1.5 的動力 然後也搭載了渦輪增壓引擎 更符合主流消費者的一個喜好 這次呢,國產的 X-Rail 它搭載 3 個車型 包含說 106.9 萬 然後中間是 116.9 萬 還有今天我們試駕到了旗艦版本 123.9 萬 那至於旗艦版本,它擁有國產 X-Rail 的最完整的配備 那還有它的產品特點有哪些 在我們實際體驗的過程呢 會有什麼樣的一個評價 那我們就接續來看 至於外觀部分呢 大家講說那不就是新世代的 X-Rail 嗎 那跟進口版本呢 是不是大概是一樣 沒錯 但是在國產部分呢 運用日產還是讓它多一點不一樣的特色 那最重要的重點是在前後保桿是台灣另外設計的樣式 所以跟海外還有進口導入的 E-POW 版本 在造型上來講是不太一樣 E-POW 部分它搭載 19 吋的輪圈 那在國產 X-Rail 我們看到這台是搭載 18 吋 國產三個車型都採用前驅版本 也就沒有 E-FORCE 的四驅的名牌 好 X-Rail 它的座倉當然就是新世代的一個樣式 國產有分三個車型 那經典版呢 它採用的儀表就是 7 吋的數位儀表 然後雙環式的傳統的儀表設定 但在中階的部分的領航版 直接比照到 E-POW 版本 駕駛是 12.3 吋 中控也是看到是 12.3 吋儀儀表版 那中階部分呢 還有包含說它有個 360 度的環景 雙區恆溫的空調 那同時呢 無線充電板 還有包含是 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 Apple CarPlay 它有支援無線 那在更上一階的話 旗艦版它最主要的一個差異 放上一個 10.8 吋的抬頭顯示器 也是跟進口版本一樣 它可以支援車速 還有簡易的圖字跟導航 Pro Pilot 一個系統也會在這裡面凸顯 高階部分也包含雙前座的電動調整 有八項 然後也有電動的腰靠調整 那同時呢 在質感的堆疊上面來講 有皮質的門式板 還有 Sports 的影響系統 至於 E-POWER 的車型 還有搭載 E-FORCE 所以在中控的部分呢 它有一個驅動系統的旋鈕 針對市區的像雪地模式 它還有一個 E-PAYDOW 單踏板的設計 那另外有一個 EV 按鍵可以純電行駛 那在國產版本呢 它用撥片的方式支援三個模式 包含是 SPORT 模式 STANDARD 標準 還有 ECO 模式 那國產的 S-TRAIL 它是用支付的材質做頂篷 那在進口的 S-TRAIL E-POWER 呢 它則是在堆疊了一個全景天窗的設計 那大致上呢 座上的設計是有這樣的差異 我們可以注意到今天試駕的一個旗艦版本 它其實採用就是客車車型 沒有客貨的一個橫桿的設計 那我們也知道說這次它預接的話 三個車型的價格其實是用客貨車的價格去做預接的公布 那據我們了解玉龍日產它其實在三個車型 它同時也會提供客車版本認證 但客車版本的價格呢 還有說客貨車版本的正式的價格其實都還沒有公佈 那等到上市才會揭曉 那不管如何也看得出來 玉龍日產它希望車格的設定篩囊 已經不是像以往就單純是以客貨車為主 也另外有客車的車型做個提供 台銘式來講更趨向於小客車的設定 好在座上的部分呢 新世代X-REL它車長是4690mm 那它的軸距呢 超過兩米輕 2705mm 座上的空間其實是還蠻餘裕的 林凱剛剛是用我的身高去做前座的設定調整 後座呢其實都還有很好的一個西部的空間 那另外呢它也是提供了一個46的前路滑椅 那前路滑椅的幅度其實還蠻大的 其實都還可以再往前 那這樣的話代表說在乘坐的機能設定上來講 其實可以更多元 這在家庭的休旅的使用上來講 我覺得是還蠻不錯的 那後座呢它也有後座出風口 那也有Type-C Type-A的充電插孔 進口的E-PowerX-REL部分它是採用三區恆溫 國產的頂規旗艦部分它是雙區恆溫的一個設計 在以往其實國產它是有客戶車版本 那這次我們試駕的車型是客車版本 頭部空間還有座椅的一個傾角呢 跟鏡頭的E-PowerX-REL的一模一樣 在小客車認定的車格上來講 在機能的展現會更為全面 E-PowerX-REL呢中間的領航板以上是標配腳踢感應吻門 那我們剛剛在測試腳踢感應吻門的時候 其實有個小插曲 一開始我們是在測的時候 其實奇怪怎麼都一直沒有反應 到底怎麼回事 是有故障嗎 那後來我們跟運輪日產的廠方那邊確定之後 發現原來距離太近的話 它有點安全可能 它怕說尾門起來會打到後方的車主 有個安全距離的時候 再去踢它 它就會做一個感應 那比如說這樣看出來 它開啟的角度 其實就剛好跟你的距離來講 還是有一點點的安全的疑慮 這也算是它設計上的一個 我覺得比較貼心的地方 它也怕說 在這個便利性設備來講 會有一個安全上的疑慮 所以也可以讓大家看一下 這實際上的操作距離 就大概是要有這樣的一個空間 好我們今天來試X2-1.5 其實對我來講我蠻想要體驗幾點 包含這個全新的1.5的動力 打著你上的招牌 VC Turbo 放在新的HL 它至於跟像E-POW來講有什麼不一樣 起步的時候其實就有一些不一樣 E-POW它啟動的時候 它是可以用純電模式來行駛 那1.5的VC Turbo這個三缸 確實三缸的震動是比較明顯 在上路之後我覺得運轉的細緻度還是不錯 上面的數字來講它有204P 扭力值30.6公斤米 它讓X2算是輕快 但沒有到很猛爆的調性 即便是它有200P的動力 很大的原因是它搭載CVT的變速箱 模式的切換 它當然有節能跟標準跟Sport 即便是換到Sport 油門的反應是有變得比較敏捷 不過在加速還是算比較線性的取向 那在渦輪的部分 我覺得還是會有一個感覺曲線上的差異 扭力峰值2800轉 那我覺得實際上來講 大概是過2000轉之後 動力的釋放會比較明顯 加速比較線性舒適 轉向的輔速力稍微比較大一點 所以轉向是比較輕手 那因為今天的時間限制 所以我們其實沒辦法做一個能耗的 比較完整的體驗 這一顆1.5的VC Turbo三缸搭載的CVT 在ASURE上面它的能耗數字是平均有到16 整體表現的數據上來算不錯 調性上來講 ASURE以往最讓人家肯定的當然就是它的車輛的MVH 還有空間還有座椅的舒適性 新世代的ASURE在這幾點沒有讓人家失望 算是名列前茅 玻璃部分在前檔雙前座是雙層的膠合玻璃 喜歡比較舒適安靜坐艙的消費者來講 ASURE它在這方面應該是有很好的加分 那輪噪音部分呢 這一套的配胎是馬迪斯M3系列的修理胎 訴求比較節能 然後也有氣胎紋的降噪的設計 不過我覺得馬迪斯應該是在胎料反應賽亞是比較硬朗一點 確認過胎壓之後呢 路面的彈調是稍微大一點點 我覺得總結來講 這一代的ASURE我認為它最大的變革來自於 動力從2.5為主 它現在變成到1.5Turbo 這樣排氣量比較小 有碎金上的優勢 但是由渦輪的一個增壓系統 取得更好的動力素質 一直來ASURE大家最為津津樂道 就是坐艙的一個舒適質感 跟豪華感 都算是國產 S5比例算是一個佼佼者 那補強的對手在低排量跟渦輪引擎的優勢 這代ASURE更能全面去對決主要競爭的對手 那我們也可以去後續來觀察說 那這樣國產SUV 它接下來一個競爭態勢 會有什麼樣的版圖跟螺儀 召集結結結結結合